神死后把愤怒挥洒在人间 当红月出现的那一刻 大多数人都疯了 世界混乱不堪 有许许多多人死去 一种名为精神污染的病毒迅速蔓延 不断污染着所有生物并让它们一变 人类在高强的庇护下才得以继续生存 男主露心 零能力者 是唯一被污染并没有一变的奇迹 他封印了自己痛苦的记忆 之后像普通人一样长大 家里有三个别人看不见的家人 战斗中露心可以向家人借取能力 爸爸是恐惧的化身 稻造 一发怒 爱打架 和蔼可亲的妈妈是亏命师 有一把可以剪断逻辑链的剪刀 妹妹小17是精神分裂创造的精神体 蜘蛛系能力者 喜欢玩具 有着将人类做成玩具的癖好 自红月降临 露心在这座猜忌与隔阂的城市里 获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幸运的是 他还有一盏名为家庭的灯火为他点亮 爸爸喜欢待在家中烹饪美食 每天有着那度不完疑似人类尸体的食材 妈妈因为被人说衣服不好看 正在窗边跟邻居打电话 妹妹乖巧的坐在沙发 看着动画片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哥哥今天这么晚怎么还没回来 刚下班的露心买了 妹妹最喜欢的玩具回到了家 小17看到小熊玩具后十分高兴 开心的跳了起来 将小熊抱在怀里 妈妈这时挂了电话 让露心陪妹妹先玩一下 他电话里跟邻居发生了一点误会 要去跟他道个歉 随后便拿起一把剪刀向邻居家走去 不一会儿 刚买来的小熊就被妹妹撕开 又用粗糙的针脚把他拼接上去 饭桌上 妹妹开心地高举着他 看着这歪歪斜斜的小熊 妹妹比之前还要喜欢 这时爸爸拿着酒 妈妈咧咧地从厨房走出来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的警鸣声 爸爸听到后顿时就烦躁了起来 对着楼下直接破口大骂 妹妹害怕地拉着露心的衣角 去邻居家道歉的妈妈此时正好回来 身上又沾上了好多血 妈妈开口让爸爸别天天胡言乱语 小心吓到孩子 去他喵的孩子 该死 都该死 你也该死 爸爸暴躁地看着妈妈 是的 在你眼里 所有人都该死 只有你不该死 因为其他人过得比你好 只有你像下水道的蛆虫一般狗颈扑声 但你知道吗 就算他们都死了 你也不会 还没说完 就被爸爸气愤得一巴掌打 似乎是戳到了他最恐惧的某件事 妈妈却是毫无畏惧 以着无能狂怒的背部 听到这句话后 爸爸红着眼 再也压制不住 身躯开始变大 你敢说我是废物 老子要咋了你 愤怒的一拳骤然轰出 看到这一人 妹妹全身发抖缩绝在墙角 可下一秒嘴角却慢慢笑了起来 好玩 好玩 真好玩 烫愤的他瞬间把手中的小红撕碎成两半 狂笑不止地往墙上快速攀爬 实在是太好玩了 路心端着米饭 坐在混乱部看着一旁 似乎对这种事早已稀以为常 慢慢地吃着碗里的米饭 心想着在这个被红月污染的世界里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情了 然而此时一个神秘组织正在监视着他的意志 看到房间明明只有路心一个人 却似乎同时存在多人的行动轨迹一样 这时突然检测到数据 第13号精神异变观察者的面丽出现 身后一个神秘人询问短发女孩 她有被招募的钱质吗 钱在威胁有多大 具体能力是什么 女孩到目前还目不透路心 她不像其他的精神异变者 前妻就会显露出很强的异变形态 她看起来很正常 每天都可以正常上下班 甚至可以很好地处理工作 但精神偶尔会出现紊乱 听起来很有潜力 也很好引导 有试过让造梦师进入她梦境做评测梦 女孩深深吐出一口烟雾 有 但那个造梦师进入她梦境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第二天 陆星正常来到公司上班 热心的她正在交新来的员工做事 这时主任突然叫她去办公室一趟 主任没有多余的废话 让陆星帮她把这份文件送到街角咖啡厅去 陆星拿起桌上的文件 送文件不应该是行政组或杂务组的人做吗 怎么找到我来 隐约觉得今天主任有点奇怪 这时发现办公室的沙发正坐着一个女 给陆星一种奇怪的感觉 女孩突然跟她对视场 把陆星吓了一条 急忙答应去送文件 借口离开 等陆星走后 主任笑着个脸对女孩献引起 陈组长你说的事已经做好了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项目 还没说完却被女孩直接打断 你放心 这个项目不会给女孩 她摘掉墨镜慢慢站起身来 主任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 女孩突然趴在桌上 双眼盯着主任 不要记得我来过 也不要记得安排她做过什么事 女孩的瞳孔像是在旋转 隐隐发红 主任瞬间就陷入了迷茫 脑海里一直重复女孩刚刚说的话 随后女人戴上墨镜 转身就离开了 主任清醒过来之后 已经忘了这件事 仿佛没发生过一样 转眼陆星来到环城高铁站 妹妹此时沿着车厢顶偷偷爬了过来 怀里还抱着那只拼凑的小熊 倒吊出现在陆星面前 身躯不停摇晃 挽起了荡秋千 车厢内的人都感觉到了晃动 好在列车行驶很快 车厢内的晃动声才被掩盖 哥哥 你不一起玩吗 真的好好玩 我在外面不能看你 更不能跟你说话 会被当做神经病的 没劲 小时七调皮地向哥哥吐了舌头 随后靠近陆星耳边 让他自己小心 这次去的地方 有问题呢 说完又狂笑不止地攀爬离开 经过一个睡着了的胖子身边 还调皮地捏了他一把 下车后 陆星才发现这个地方已经靠近高墙了 来到街角咖啡店 周围却看不到半个人 陆星也不知道为什么 站在这里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陆星还不知道自己正被人监视着 远处一座高楼 侦查小组正向上级汇报 第13号被观察者已经进入目标区域了 高楼的周围 全副武装的战士隐藏在暗中 此时一个人正拿着一份 街角咖啡馆的档案 这一切全是眼前这个短发女人安排的 目的是要检测陆星的潜力跟具体能力 而陆星要去的那家咖啡馆 已被确认为一级精神污染区 进入过咖啡馆的人 会在三天到五天内死亡 死亡原因多为自杀 他放下手里的文件 询问一旁的人 预备支援可准备好吗 报告组长 预备支援队员娃娃目前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行动 此时一个身穿羊裙 像木偶一样精致的女孩 正坐在一旁窗边 正是预备支援队员的娃娃 陆星这边已经进入了咖啡馆 没想到外面冷冷清清 里面却是人满为快 来到吧台 陆星把文件递给了一名服务员 服务员并没有说什么 笑着到了一杯咖啡请陆星喝 陆星刚想要推辞拒绝 却莫名地被咖啡散发出来的香味细语 味道和他在公司喝的廉价咖啡完全不一样 正当他拿起咖啡想要喝完再走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阵细小的吱吱声 他猛然惊醒抬起头 再次看向服务员时 清晰看到他背后伸出一条粗大丑陋的处理 只见那触手缓缓伸到陆星面前 触手的头部慢慢裂开 一颗新红色的软体掉落进陆星手中的咖啡 陆星低头看去 杯子里那颗软体突然张开眼睛凝视着自己 手中咖啡瞬间变得更像 散发着惊人的诱惑力 陆星看着杯中那双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好在他及时清醒发现 不然就准备吃喜了 一旁的服务员笑得更加亲切 催促陆星快点尝尝 看着这些丑陋的触手 陆星强行让自己镇定 绝不能让他发现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不用了 谢谢你的款待 他客气地拒绝 随后便转身向外走去 心脏不自觉急速跳动着 走到大门前 他停了下来 好奇回头再看了一眼 猛然发现整个店里的人都寂静了下来 像被定格了一般 呆滞地看着他 陆星当场把腿就跑 不带一分犹豫 看到这一幕 连处大楼上所有观测人员都梦梦 纷纷不敢相信他就这样走 正常情况下 一个潜力无穷的精神变异者到那里 一定会爆发激烈冲突 他们提前做了三套应急预案 唯独这个情况没有预判到 短发女人当即下令 继续检测 马上做出第四套应对方案 一路奔跑的陆星来到地铁站 轰荡荡的地铁站 只有一个老保安在打着磕水 陆星如同劫后余生一般 终于离开那里 回想着自己刚刚在咖啡馆 看到的那些人 为什么会那么诡异 原来小时期早就知道 所以在高铁上才提醒他 想到这些 陆星决定晚上回去问问家里人 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就在这时 刚才还是空荡荡的地铁站 现在却有人陆陆续续走了进来 越来越多的人 向陆星的位置慢慢靠近 陆星这时也意识到不对劲 仔细看了一眼 才确定这些是那间咖啡馆里的人 他们怎么会跟到这来的 定睛一看 人群的后面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是咖啡馆那个服务员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他把陆星刚才没喝的那一杯咖啡 呈现在眼前 慢慢地说出 您的咖啡还没有喝 陆星想要转身逃跑 可是陆却被他们堵死 人群步步紧逼向他围了过来 服务员依旧催促着陆星快点喝 再不喝就要凉了 陆星赶忙说出他没有钱 喝不起 喝不起吗 没关系 我请你就好了 咖啡杯中那颗眼睛突然自己弹跳起来 向陆星口中飞去 想要转身逃跑时 却被一旁的人员紧紧按住 神秘组织透过监控屏幕监视着这一名 怎么回事 他怎么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一旁人员请求指示 是否要支援出手 结束这次检测 短发女人看了一眼隔壁的娃娃 同意支援 娃娃收到支援的命令 拿起身边的伞缓缓起身 就在这时 精神仪器上出现了剧烈的数据变化 此刻陆星的嘴巴被人强行掰开 危机时刻身旁却传来一阵嬉笑声 回头看去 陆星看到妹妹正吊在指示牌上 陆星急忙叫着小石漆 救我 眼看那颗眼睛离嘴巴近在咫尺 陆星感到绝望已经向他降了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一只冰凉的小手握住陆星的手掌 瞬息之间 陆星整个人开始发生变舞 张开心红的双眼 刹那间 陆星表现出诡异的动作 摆脱了控制 向人群外撞出 妹妹一场兴奋起来 好玩 好玩 哥哥 我们再快一点 陆星身体骤然加速 快到几乎让人看不清楚 精准的身体掌控能力 这是蜘蛛系 神秘组织从监控看到这一幕 惊讶的张大嘴巴 仪器还在检测 看这速度 初步估计在50%以上 看到这数据 神秘组织又惊又喜 这出示前例 岂不是快赶上组织里的病 哇 这时一气响起了剧烈波动 咖啡服务生看着陆星娜灵活的身心 不禁称赞好快的速度 脸上笑容愈加诡异 也是逃不掉的 身后同时爆发出魅力麻麻的触手 刷了一声 一触手飞快地向陆星刺去 任由那些故事刺 再可怕 依然被陆星娜违反物理的姿势一一躲过去 几乎几秒的时间 她就来到出口的位置 监控这边已经看到陆星跑出来了 短发女人松了一口气 还好 结束了 转头看向隔壁的娃娃 下令准备收尾 然而就在这时 屏幕前的一个人员却一脸吃惊 等等 你们快看 好像不太对劲 办公室里的人皆是吃惊地看着眼前阵影 本应该是要逃出地体站的陆星 却没有直接逃出去 而是倒掉在站顶上 像迎面而来的一变者勾了勾手指 这幅模样 像极了是在挑衅一般 情况已经超出神秘组织的预料 在这个世界里 能够将蜘蛛系能力者困住的人 做没有紧 他们想不明白陆星面对那些怪物时 不是立刻逃跑 反而回身挑衅 短发女隐约察觉 这次第13号观察者陆星不一般 其实陆星的本能是要逃跑 可妹妹硬是拉住她 哥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怕吗 妹妹一边笑着 一边挑衅的向服务员勾着手指 明明应该害怕的是她才的 服务员看到陆星没有逃跑 而是转身挑衅的样子 她也笑了起来 笑容逐渐扭曲 差那间身躯慢慢撕裂开来 变成一条不粗粒的手指 每条处手上突然张大嘴巴 昧出那锋利的咬牙 妹妹看到确实愈发心肤 哥哥你看他们多可爱 我要去跟他们玩 妹妹拉着陆星 快速向那怪物静止冲了过去 此时一气显示精神力量波动达到了极限制 观察人员一声大叫 一级精神怪物已经现身 转头急促询问 组长 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短发女人一时做不了决定 依常理讲 蜘蛛细意变者在没有知识武器的情况下 根本对付不了这种精神怪物 但是 他居然丝毫不犹豫地冲向怪物 在服务员胸险猛烈地运功下 每一击都被陆星轻松避开 硬生生冲到服务员的身边 抓住了服务员的一条胳膊 顺势一转 下一秒之将爆裂 手臂硬生生被撕扯下来 服务员瞬间痛哭地发出喊叫声 看着陆星手上拿着的手臂 妹妹狂笑不止 兴奋地说拆下来了 与此同时 地铁站的摄像头被无形的念力彻底摧毁 显示屏的画面信号瞬间消失 这让他们失去了现场情报 短发女当即下令 快 立刻行动 所有人都紧张地动起身来 而此时的陆星却显得异常兴奋 不但没有半分恐惧 而是像猫在捉弄老鼠一样 戏谑地盯着服务员 断了一只手 好玩吗 怪物瞬间恼羞成怒 命令麻麻的触手向他戏去 陆星却是缓缓抬起手 巨大的触手就像蜡条一样被撕扯下来 兄妹两人愈发兴奋 啊 不够 不够 还不够 此刻他们只想拆分掉这只怪物 怪物身上的触手越来越少 没一会儿 地上遍布残枝血迹 怪物已经无力反抗 眼中仅剩下满满的骨 他慌忙转头向苏 但这样只能让陆星更加兴奋 啊 现在换我来追你了 跟我比速度 你逃得了吗 陆星随手从墙边扯下一节细长的钢管 对着那只怪物从高空一跃而下 狠狠将管子插下 怪物身躯骤然被冻穿 直接被死死定在地上 陆星欣赏着他的怒吼跟挣扎 这就不行了吗 我还没玩够呢 因为太过于恐惧 所有触手同时下的崩子 忽然啪的一声 一团团血物向周围爆开 周围那些从咖啡馆出来的人群 被喷射出来的血肉包裹 人群忽然如梦出息 纷纷向周围四处逃跑 陆星神情依旧是狂热与兴奋 还想跑吗 身形飞快地向人群追据 哈哈 抓到了 手臂稍微一掰 直接抹了脖子 转头又迅速向其他逃走的身影赶去 你们都别想逃 以难以形容的速度 请客间就解决场中所有生物 现场只留下一片狼藉 他还是不满足 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动力 这时安静的地铁站 突然想起细微的梦 却被敏捷的陆星捕捉到 他迅速回头看去 看到一个藏在保安亭的老保安 正惊恐地看着陆星 老保安也是运气不好 偏偏这时候发出动作 引起陆星的注意 原来这里还有一位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请客间冲到保安亭行 手臂对准老保安的脑袋 老保安吓得不敢直视 双手护着头 但预想中的袭击 却迟迟没有下来 原来是陆星突然扯住妹妹 大声对他说出 够了 别闹了 妹妹此时还是处于亢奋的状态 还想继续出手 够了小时期 刚才我不拦着你是因为情况危急 如果我们动作不同意的话 很可能被杀死 咖啡馆那些不是人 你杀了就杀了 可这个保安他是个普通人 你不能再胡闹下去了 你能听懂我说的吗 感觉到陆星似乎非常生气 他立马变得乖巧起来 一把抱住陆星 哥哥不要生气了 我也是为了保护你 不是吗 你看那些怪物都好凶好可怕哟 陆星抚摸着小时期的头 可怕我们可以逃啊 你 还没说完就被妹妹打乱 哎呀好了 你不要再叨唠了 我下次会注意的 那些人要过来了 咱们快走吧 小时期一手牵着陆星 一手托着玩具熊 离开了地铁站 就在这时 一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女孩 撑着一把伞 整个人漂浮在空中 紧接着 短发女孩骑着摩托 直接冲了进来 现场并没有见到 被观察者陆星 只有残碎的尸首 还有那个被钉在地上的 咖啡店服务生 看完他一脸惊 污染源本体就这样给清楚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妹妹带着陆星来到一处高楼 哥哥 你打算怎么谢我呢 心神未定的陆星气 不打一处来 谢你 我还打你 不过话到了嘴边 就停了下 想到刚才的凶险 他还是平复了情绪 小生说了一句 谢谢你 妹妹听完一脸期待 你还是给我买玩具吧 说完小事 气爆紧怀中的小熊 小熊不会说话 我想要回惨叫的 越惨越好 陆星突然脑洞大开 想到了惨叫机 妹妹听完像是受到了打击 整个人都沉默了 哥哥最会打岔 不跟你玩了 便抱着小熊准备离去 幼小的身躯站立在一处电线 哥哥 你小心哟 回头笑着对陆星说道 有人盯上你了 吓得陆星只能保持警惕 来到大街上准备混入人群 正当他以为一切安全 稍微松了口气 刚迈出脚步 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叫着他名字 正是那个短发女人 她穿着休闲西装 戴着一种野性的气质 上车 我请你喝咖啡 好家伙 又是喝咖啡 陆星回过头好奇地打量这个女人 心想着活了23年 这还是头一次 有女人主动来约她 尤其是这样的女人 目光不自觉地定格在这里 但她还是仍然保持警惕 看她不像是有敌 也不太好直接拒绝 于是小声说出可以换别的吗 她现在对咖啡不感兴趣 短发女人对陆星的冷静有些意外 遇到陌生人的邀约 表现还能这么淡定 想到陆星刚才的遭遇 她缓缓打开车门 那好 我们去酒吧 转眼俩人来到一处酒吧 原来女孩名叫陈金 开口直接表明她没有恶意 然后掏出她的证件 坦率说出陆星今天遭遇的事情 正是她安排的 陆星看了一眼她手中的证件 才得知她是青岛城巡视厅 最高级别概念 不由地抬头看了她一眼 我就说她这么高的身份 怎么主动请我喝酒 原来今天从送文件到被怪物袭击 都是她安排的 但突然看到她腰间一处衣服凸起的地方 知道那是桥 便只能默默接受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平淡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金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咬开一瓶酒 我先来例行解释一下吧 我属于一个处理异常事物的部门 专司治理高墙内的污染事件 看陆星一脸不明 她倒了一杯酒继续说道 你可以理解我们为官方 红月亮事件之后 各大主城与卫星城的重物 对于城外那些疯子的处理与酒店 荒野骑士团于精神教派的抵抗 以及高墙的修处 都是他们的人在处理 而陈金现在主要处理的 便是主城与五大卫星城的感染事件 她递了一份档案给陆星 就像你在咖啡馆里遇到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 陆星接过文件 在文件的飞页看到印着机密人的字 打开第一眼 看到记录着许多数据 记录显示咖啡馆的那个服务员 正是一级精神怪物 可感染任何近距离接触过的生命体 不具备隔空传染能力 可采用消灭精神怪物寄生体的方法 将其消灭 寄生体仍属常人范畴 可被物理攻击伤害 据目前观测 感染源本体并不具备高等质 只会重复被感染前所做的一切 跟简单交流 陈金点了一根烟 红月亮事件 使得这个世界七成以上的人 变成了疯子 他们这些幸存下来的 只能生活在高强保护的 主城与卫星城里 但实际上 就算幸存下来的人 也不见都是正常的 有许多人精神出了一变 他们会对周围的人或是造成影响 这种情况他们称为污染 这种污染会辐射周边 影响周围其他人 使他们也出现相同的症状 这种精神类污染和普通污染不同 它会让人精神产生疾病 有人会抑郁自杀 有人会失去理智疯狂攻击周围的人 还有的会失去周围一切沟通能力 也有会让人生出强烈的 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 这些人跟墙外的疯子不同 他们就在城内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随时都会爆发 就像咖啡馆里的那些 一共有37人 他们都是被咖啡馆服务员那只怪物污染 已经彻底散失了自我意识 最终等待他们的下场 就是死亡 精神怪物只是污染的源头 被怪物感染的的人 同样也有传播污染的危险 陆星之前在地铁杀的那个服务员 便是污染源的原因 他死后 那些被他深度感染者便会四处逃窜 要是逃掉一个 仍然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新的污染人 那到时会有更多人受到污染 好在一级精神怪智力不高 被感染者的人只会下意识聚集在他身边 要是留一个被感染者在外面 他就可以随时重生了 陆星直觉地盯着陈金 既然这么危险 你还安排我进去 就不怕我也被传染 眼睛又不自觉定格在陈金这里 陈金似乎知道陆星会问出这个问题 你不会被传染的 或者说你已经被传染了 他们送陆星进去并不是让他去送你 而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确认陆星的能力 二是想看他会不会失控 如果失控的话 陆星可能会被他们当场诛杀的 陆星看了文件上面有的自己的照片 住址等各种信息 红月亮事件之后 有一些人的精神越来越强大 而你就是精神医变者 他们对陆星所具备的能力分析之中 第一种便是精神对身体的精准控制 他们行动小组有一个人 陆星的能力已经达到了80% 这使他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他可以躲过子弹 几乎完美地控制各种机器 也可以穿过茶杯一般大的空气 甚至能无视重力在墙上攀爬 陈金说完看向陆星 经过观察 你也拥有类似的能力 这种能力 他们称之为蜘蛛系能力 红为精神异常者 你们很容易发现精神怪物的能力 所以你很适合污染清理工作 面对陈金的邀请 陆星露出了一丝犹豫的表情 这样的女人做你上司你愿意吗 陆星刚开始是不愿意的 可是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陆星只好勉强接下这份工作 身上揣着一万元的陆星 心情愉悦地走在大街上 一直走到这座红月亮小学 才停下来 他熟练地解开缠绕在门上的铁丝 正在看爆的大爷看到是陆星后 抬头跟他打了一下招呼 这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孤儿院 只是取名为红月亮小学 陆星来到教室窗前 此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正陪着十几个小朋友玩游戏 陆星忍不住说了一声真幼稚 没想到这细微的一句话 却给轮椅女孩听到了 可当她回头向窗边望去 却是空无一人 女孩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 心想着应该不是她 看到他们玩得那么开心 躲在一旁的陆星一脸欣慰 陆星并没有打扰他们 来到教室一旁 将一万元放进那秀气斑斑的信箱里 担心里面那个轮椅上的女孩发现不了 她从旁边掐了一把野花 放在信箱上 然后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教室 来到大门时 大爷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你直接告诉她不就完了 回回都是拔一把花放在上面 我老人家辛辛苦苦种这一十字花 都要让你给薅秃了 陆星朝她笑了笑 走出了红月亮小学 不禁感慨有钱的感觉真好 她真的很需要钱 回想着一个小时前 跟陈金在酒吧的场景 因为帮他们解决了一个精神怪物 陈金给了她一万块酬劳 这让陆星这个月薪一千的模范员工受处若惊 只要你用好你的能力 以后你就不会再缺钱了 这话直接让钱迷的陆星不禁心动 她太喜欢这句话了 总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 陈金捕捉到她的表情 心里默默给出评估 喜欢钱 危险指数可以降低10% 虽然陆星挺好奇这个工作的 她也确实想找个兼职来做 沉思两久后 陆星说出她其实没有能力 她的能力是她妹妹借给她的 不只是妹妹 还有爸爸 妈妈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当陆星说出她的能力是来自家人的秘密后 陈金顿时全身汗毛竖起 因为陆星口中的家人并不存在 此时耳机也响起一道交集的声音 陈大笑 你必须对她做出最后的评估 如果她真的有着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状 那她可能会处在失控的边缘 我们不仅不能吸纳她 还要尽快消灭 以免她酿成太大的灾难 别忘了那位离奇死亡的造梦使 她不过是进入陆星的梦境中 做些评估就直接死在里面 而且完全检刻不到任何精神探论 这种情况从未发生 就连白教授都无法确定她的死亡原因 此时陈金也是全身神经紧疯 甚至连手都下意识摸在枪上 她深切明白 眼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青年 隐藏着何等样的疯狂 但好不容易发现这样一个 有潜力的精神依变者 陈金实在于心不忍消灭她 她想再试试看 只见她瞳孔隐隐发活 当场直接戳破她的妄想 据她们所掌握的资料 你从月亮孤儿院被毁掉之后 便一直独自生活 你的爸爸 妈妈 妹妹 全都不存在 她们只是你一想出来 不管是她们 就连你住的那一共老 也只有你自己 说完陈金已经叙事待发 如果她得知真相被戳破 导致失控 那这次就没有任何理由留下她 但出乎意料的是 陆星却是意外的平静 我早就发现别人看不到她 说到这些 陆星突然笑了起 但是她不仅能看见 还和她们一起吃饭聊天 遇到危险的时候 她们也会出现保护我 你说这样的家人 耳机那头传来急促的请示 陈组长 武装设备已经就绪 请你做出最后评估 她并没有回复那点 而是想问陆星最后一句 如果你的能力都来自家人 那你能保证她们不影响你吗 陆星却是慢慢回答 其实你不用担心 我的家人都是很好的人 妹妹是个可爱的孩子 喜欢玩具 喜欢跑跑闹闹 父亲喜欢做饭 为人老实 总是待在厨房里 妈妈很温柔 从来不跟人吵架 只喜欢跟人讲道理 他们不会随便掌控我的身体 陈金听完心里极为复杂 这个人太正常 他居然在以非常认真 非常正常的状态 去描述几个其实完全不存在的人 走在街上的陆续叹了一口气 虽然陈金最后那个眼神 有点不信任的样 但能赚到钱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这时陈金开车来到他面前 最终决定初步招募陆星 但仅是临时招募 需要通过考察才可以转正 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陆星 如果同意的话就在文件上签字 看到考核期就有月薪五千巨款 想着这波不亏 陆星当即答应 陈金交代了一下工作内容 希望他做好准备 因为特殊污染源的调查与清理 随时有死亡的危险 甚至可能成为怪物的一部分 红月亮事件后 每一个正常人都值得珍惜和保护 当然也包括你 陈金说出加入特殊污染清理部会非常危险 陆星听完反倒更坚定地签下字 这让陈金感到意外 原来陆星以前在孤儿院时 院长说过红月事件后 世界上剩的人越来越少 秩序崩溃 文明倒退 如果剩下的人都继续内斗 那么我们就再也回不到过去 虽然陆星不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 但他觉得院长说的一定是对的 陈金听完笑了笑 不再多说 从车内拿起一个盒子地点的陆星 打开一看是一张证件 一个卫星电话 还有一把左轮手枪跟两颗子弹 陈金告知电话里面保存的唯一一个号码就是他的 这让陆星心脏微挺 让他有种像是被女霸道总裁包养的感觉 临走前 陈金让他除了污染事件外 在日常也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轻易动用能力 遇到麻烦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或者使用那把支持枪械来除 听完陆星似乎有些迷暗 陈金是怕他使用能力会有失控的风险 走在路上 台迷的陆星已经在心里算着账 每月固定五千 还有公司的一千 月入就是六千 清除一级精神怪物报酬是三万 二级是三十万 原来陆星这么贪钱都是为了资助红月小区 还有只好坐在轮椅上那个叫小鹿的女儿 这时妹妹来叫陆星回家 爸爸妈妈在等他回去吃饭 陆星正好也想找小石七 开口说出要借妹妹的能力去工作赚钱 妹妹看哥哥没有什么诚意 一副就要离开的样子 陆星急忙询问小石七究竟想要什么玩具 他想办法给他买 然而小石七却是指着路灯下一个最熏熏的男人 他来到陆星的身旁 我想要那种玩具 我喜欢能够动能够说话的玩具 我喜欢那种完整的玩具 因为只有完整 才可以将它们撕开 再重新捧上 小石七越说眼睛越发亮 表情带着些诡异的心思 只要你给我这个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了 陆星听完蹲下身子 小声温柔对着小石七说 妹妹别动不动就害人了 这是犯法了 小石七突然寂静了下来 是吗 害人犯法 那别人为什么可以害我呢 小石七笑得似乎有些残酷 眼神还带着些许痛 如果你不想我伤害别人 那你就把自己当成玩具救我 陆星没有回答 也没有拒绝 小石七尖尖的手指慢慢伸向他的后背 那指尖细腻而尖锐的力量 有着无形的魔力 那是他内心想要撕碎的一切 小石七双手缓缓伸向陆星的后背 脑海无形的魔力让他想要撕碎一切 他撕开衣服 轻轻抚摸着陆星的脊背 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显得格外猙獰和恐怖 可以想象当初造成的伤害究竟有多重 小石七依偎在陆星的怀中 哥哥的伤疤现在还会疼吗 此刻的他像是一个简单的小女孩 小小的身子在轻轻的颤抖 哥哥一直都是个傻瓜 别人伤害我时 也只有你会扑过来保护我 陆星轻轻掰开小石七 露出一副宠意的模样 妹妹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 她开心地跟妹妹分享 她找到新工作有钱了的消息 虽然我不能给你那样的玩具 但我可以带你去买别的玩具 尽情地买 只要小石七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好不好 妹妹挂着泪痕的小脸露出了笑容 用力地点了点头 像是一下子就忘记刚才的伤心 小石七牵着陆星的手 开心地来到街道 两人一起在娃娃机夹着娃娃 从街头买到街尾 只要是妹妹喜欢的陆星都买给她 没一会儿陆星身上 就抱着满满一堆玩具娃娃 因为别人是看不见小石七的 路上行人对陆星诡异的动作 闲言细语解 两人听完却不以为然 同时回头朝他们做了一个鬼脸 自从家人的秘密说出去后 陆星已经不在乎别人一样的目光了 她带着妹妹来到江边的一座桥上 小石七兴奋地把玩具一件一件撕开 撕完还把他们重新混乱拼紧 她尽情地撕毁着 脸上露出前所未有满足的感情 红月当下 陆星已在一旁栏杆上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妹妹 小石七突然回过头 第一次真心笑了起来 我很开心 哥哥 看到妹妹满意了 陆星笑着问道 那你不将力量借给我了吗 小石七站起身来 我的傻哥哥 难道你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强行使用我的名义吗 我知道 但我还是要征得你的同意才行 妹妹听完问了一次 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情 那扭曲的脸上 忽然露出真正开心的笑容 她向陆星伸出纤细的手掌 当你需要我的手 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陆星也认真地伸出手 与妹妹小手轻轻击掌 两人像是定下了一个约定 陆星的妈妈究竟做了什么 竟然能让和善的爸爸这么忌惮 陈金因吸纳陆星进入行动组 同僚们都感觉有点草率 特别是在还没确定 她的失控风险期 但陈金仍然坚定自己的判断 声称回去之后 她会单独向白教授做报告 耳机那边还是不断传来 至于一根否则的话语 陈金厌烦地把耳机承下 一群指上谈兵的家伙 说那么多不就是想说陆星 是个精神分裂的东西 但如今被招募进来 又有你个正常吗 陆星在咖啡馆事件 只展现了蜘蛛行李 却没有之前在她家检测到的面 她车上有一台 之前在地铁站开的话语 如果给检测组看到的话 那陆星的风险评估 一定会突破80% 甚至90% 一旦超过90% 那陆星随时就会被轻易 但陈金仍然坚信 自己如今做出的决定 不稳定的元素太多了 开采公司 科技教会 荒野骑士团 还有那些隐藏在人群里的精神怪物 刀墙已经撑不住太久时间了 青岗如今面临的问题 不是选择水 而是没得选 只有风雨 才能对抗怪物 隔天清晨 陆星跟着家人们正在吃早饭 妈妈得知陆星有了另一份心 温柔地说出 等下吃饭完有礼物要送给她 一份特别为她新工作准备的礼物 爸爸这时从厨房骂骂咧咧地向陆星伙 您知道被人利用 还要赶着去 最没用就是你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要我说 你就应该将他们全砍死 你知不知道 昨天他们差一点就害死了你 爸爸一脸红扇的直向性实际 要不是这个死丫头 你早就被他们害死了 他们差点害死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们做事 陆星虽然觉得爸爸说的没错 咖啡店的事 他们做的确实 但是他们给钱了 而且害给的不少 这话直接让爸爸愣了一下 一时竟无法反复 他气愤地抓起陆星的衣服 废物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废物 收完沙坡大的拳头 就要向陆星推出 却被突如其来 拖到脸上的白酒打开 正是妈妈拖的 温柔的妈妈 突然变得轻盲起来 真正的废物是你 如果不是你这么无能有保重 又怎么会害得 我们都被困在这里 爸爸似乎被戳到了空中 气愤得好了起来 一拳就要朝妈妈洗去 但这一次 妈妈似乎不想跟他闹了 只是轻轻竖起两根手指 暴怒的爸爸 猛然停了下来 你比划这个做什么 爸爸竟然破天荒地 压低了声音 一副十分忌惮的样子 妈妈轻轻笑了笑 你明白的 所以如果你怕了 就给我批回去 最后一身怒气的爸爸 只能朝面前地看桌发 发了风一样 打打家里的东西 直到现场一片狼藉 才妈妈咧咧地 退回到厨房里 你绝对想不到 当一个人摘下眼镜时 颜值会有多高 妈妈得知陆星 第一天要去行动组上班 起身优雅地 帮陆星打扮了一番 晚上前 温柔地帮陆星取下眼镜 陆星整个人 瞬间焕然一新 这颜值妥妥 是被眼镜埋没了 显然陆星 还是第一次这样打扮 还有点不适应 陆星温柔地 跟妈妈说了句谢谢 刚刚还帮她讲话 妈妈笑了笑 傻孩子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谢谢呢 你这么老实 从不会害人 但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的话 那我们全家人 就一起去找他 妈妈依旧是笑得 很温柔跟体贴 陆星先来到了 之前公司正常上班 随后又踩点准时下班 同事们都议论了起来 平时她不是一直都是 加班到最晚的一个吗 这一幕恰好被公司主任看到 从公司出来后 陆星带小时期 来到街道上巡谋 虽然陈星让她等通知 听从指挥就可以 但她还是想要 大街上寻找机遇 争取早日转正 工资翻倍 自红月事件后 高墙内大部分人 都是滚滚热热的婚妇 逛了一圈后 并没有什么异常 想着城市 要是一直这么正常 那就没有用到她的笔 担心陈星会收回她的笔 这样她就没外快赚了 小时期在旁边 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打去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拿着月薪五千又没事干 要是有机会表现 转正后一个月 还能赚大几万了 随后的几天 她一直重复踩点下班 来到大街巡视 直到这一天 因为左脚先踏进公司的原因 主任就把她辞退 当公司要辞退一个人 连呼吸都是错的 就连东西都帮她提前收拾好 这是同事森姐才告知东西 正是陆星之前 教的那个新来的时候 小陆太老实了 什么都交给别人 现在人家回头就把你放完抢 这也太气负人了 陆星伸进背包 摸了摸里面一抢 想到陈金之前说的话 若是生活遇到问题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她 或者使用枪械来处理 憨憨的她想了想 感觉应该还不到用枪的时候 琢磨了一下 她还是决定先给陈金打个电话诉说 陈金这边看到是陆星打来的电话 莫名的紧张了一阵 很快她还是冷静下来接听电话 询问陆星是出了什么事吗 陆星第一次跟上司通话 尽可能让自己语气客气起来 认真说出她这点 出了点问题 陈金听完猛然从眼前站起来 以为是有怪物出现 紧张询问出了什么问题 一时间整个办公室人员都紧提起来 陆星似乎发觉电话那边的气氛有些很异 赶忙说出她因为每天盖完火暗示下来 然后去街上询问 可她公司却忽然要死退 陈金这边听完像是死一般记忆 过了一会陈金疑问的说出 巡逻 直到陆星那边解释一通 她才知道了大概 原来就是为了这点小事 让他们续经一场 她无奈地扶着额头 让陆星等一会 挂完电话 陆星心想着既然沉金叫她的 应该可以帮她处理吧 这时小时期缓缓靠近陆星 哥哥 那个女人真的会碰你 要不然还是让我去把她们做成玩具 好不好 她们竟敢欺负 我们是不是该把她们全部给杀 这件事妈妈一定很乐意帮我 说不定父亲也会帮你 有靠山就是好啊 看到陆星受到欺负 小时期都忍不住想把她们全杀掉 五分钟前 陆星莫名地被主任辞退 无奈之下 她一通电话打给沉金 不到一会儿 主任居然屁颠屁颠跑来 求着陆星回去 因为这是直接惊动到主城那边的人 甚至连董事长都直接准备一个项目 指明让陆星负责 虽然陆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但这工作算是宝座 就连抢她饭碗的旅程 同时也是主任女儿小琴的男朋友 都得来她面前给她赔礼道歉 旅程此时还是贼心未改 听到陆星有新项目 厚着脸提问陆星能跟她一起做吗 陆星对别的事可能会迷糊 但只要涉及到钱 她格外的清醒 看主任那副模样 这一看就是大项目 如果做成了 奖金应该也会很多 她当即拒绝了旅程 这时陆星背包的手机突然响起 主任听到后失去的感光走开 与主城有关系的人 背景不是她能想象的 陆星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陈金的声音 知道是陈金帮她解决的 陆星跟她道了一下心 陈金好奇地询问陆星为什么要去巡逻 显然这个问题让陆星有点差 你们花钱不就是让我做这个的吗 不然这钱我拿着也有点兴趣 陈金叹了口气 既然你工作热情那么高 那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去处理 陈金刚才让博古科技 为陆星的公司提供了运输业务 想借此机会让陆星去和四方运输的老板 情然打个交道 最近起码有七八状命案 和这个四方运输公司有关系 让陆星过去看看这起命案 究竟是单纯的谋杀 还是有别的什么 无论是谋杀还是感染 对普通人而言是很危险 但以你的能力应该可以应付 无论调查结果如何 都会有报酬 听到有报酬 陆星立马来了兴致 爽快地答应下来 来到公司 只见自己的东西都已经原样摆回去了 包括那面景气 看着一旁的旅程 她打起了小算盘 想到陈金刚才说这个项目 对普通人有危险 她来到旅程面前 我想了想 这个项目还是你来帮着我一起做吧 说完他们便动身 小秦负责开车 旅程负责汇报 四方运输公司 乃是市北最大的货运公司之一 老板是一个姓陈的女人 小陆哥 咱们确定要找他们吗 陆星听完暗想着四方运输公司 恐怕没有表面这么紧 高城墙外的道路损毁严重 障碍林立 还有那些始终无法清理干净的 疯子游荡在城外 以及靠劫略物资为生的流民和歧视团 还有许多无法意料的威胁 敢去城外跑运输的 都是一些相当彪悍 且有手段的人 在陈京北的资料 可以看出很多内容 因此可以看出 这个姓陈的女人 只是一个魁 真正的老板 应该是一个出身荒野人 名叫秦然 这四方公司的业务 恐怕不仅是运输货物而已 出身于荒野之中的人 绝对不可能简单 更不会老实 是的 就找他们 毕竟现在赶接城外运输业务的部位 车子很快行驶到 市北的四方运输公司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 剃了半边头发的小青年 一路过去 路边的人群目光阴冷的上下打亮着他们 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口 陆星让旅程他们先进去找经理商量一下 他出去外面看看他们公司的车 陆星来到外面转悠着 曾经说这里有七八条人命 但不确定这里是否有污染 毕竟这群人搞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 人命也应该是常有的事 陆星这时发现卡车周围有一些类似血迹的东西 就在他蹲下想要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 忽然听到远处旅程跟小青传来的求救声 只见此时的旅程正被一群人围着替打 小青在一旁哭喊着让他们不要再打 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停手的打算 刚赶来的陆星看到这一幕后一脸不明 小青才说出他跟旅程觉得他们报价太高 想压一下家 结果他们就直接打了 他们账务太多问题 不能跟他们合作 还想继续多说的小青突然被一巴掌直接打完 臭娘们 你说谁的问题多 不是你们裸里巴做的 我为什么要打你 看到这一幕 陆星心里一阵暗爽 故意放慢脚步走来 好让他们多打旅程一会 还笑着个脸询问怎么忽然就打起来了 光头刀疤难算是看出陆星是领头 你们打电话说要用车 车跟司机都给你们找好了 现在忽然防护 是想耍我们是吗 这年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 你要是不肯合同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说完便拿起一份合同 开口让陆星把合同请 赶紧的给钱当务 大家都省事 陆星沉默了一下 随后开口说出合同肯定不能就这么钱 不料刀疤难听完却是一阵运气 这位小经理的脑袋很结实 这是周围的人似笑非笑的走上来 把陆星围在中间 看这阵势 他们是打算强买强卖 陆星丝毫不慌 红包里掏出左轮手枪指向他们 周围的人都愣了一下 显然谁也没想到陆星会有枪 但紧接着 却是一片哄笑跟戏血声 想不到这枪里面居然还有人拿枪 周围已经有人悄悄抽出了武器 他们敢这么做 就是不相信陆星手中的枪是真的 反而还嘲笑着陆星 小兄弟 你这枪 他震惊吗 此时一位绿发小青年 趁人不住 拿着一把生锈的刀 忽然向陆星后背出来 敏捷的陆星发现后 他就犹豫向他扣下了担心 一声枪响过后 现场无疑不震惊 他敢开枪 那那那是真枪 开完一枪后 陆星立刻调转枪子 指着一个站在人群后的一个女 你们也都看出来 我的枪很正经 这个女人正是那个姓陈的女 她推开人群 枪 不抓呢 咱们就江湖上线 一旁的旅程跟小青年 看到陆星开枪的那一刻 吓得妥都乱了 然而陆星却并没有要离开的女 我不走 我们的业务还没谈完 姓陈的女人愣了一下 到了这时候 你还要跟我谈业务 陆星笑了笑 对 不过价格的商量一下 不能你们说多少就多少 得公平 这是一个满脸胡渣 叼着香烟的男人 扒开人群慢慢的 赶指着我的娘们来跟我谈生 这还是第一次 她双眼直盯着陆星 此人正是秦燃 看到秦燃 周围的人都莫名的紧张 下意识低了低头 姓陈的女人还想说什么 秦燃摆摆手示意她不用说 她向面前的陆星挥了挥手 把枪放下吧 我今天不找你麻烦 随后叫上陆星跟她去她的办公室台 刚进办公室 秦燃就自顾自地胡吃海喝起来 陆星也不急着开口 下意识打量着她饭量真大 城外处于食物短缺 饥饿对于荒野的人来说是常态 他们想要温饱 只能来到高墙里 来到这里 能少惹事就少惹事 大家都依着规矩来 你我互相让一步 大家日子就都还能过得下去 不是吗 看陆星竟敢在墙内拿枪做声音 一看就不简单 也不管弯抹角 直接询问是谁派你来的 有什么目的 陆星也不藏着掖着 拿出陈金给的资料 你就是秦燃 你是不是遇到了一些怪事 秦燃听完以为那些怪事是陆星算吉他的 气愤地抽出枪对准陆星 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崩了 此时一道黑影带着嬉笑声 悄然出现在上空 正是小时期 他来到秦燃身后 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曾经交代陆星来查秦燃 却又没说怎么调查 省时省力的方法 就是直接开门见山 他跟秦燃说出并不是他算计的 我是过来调查你最近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调查我的问题 你是警卫听的 此时秦燃的眼神显得异常的凶狠 精神也濒临崩溃 想着现在不能刺激他 否则保不齐他真的会开枪 露心急忙说出他不是 让秦燃别紧张 随后又向小时期使了一个眼神 小时期收到后 忽然伸手 在秦燃手上拔了一下 秦燃猝不及防 手里的枪一下子就脱了手 直直向露心飞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秦燃吓得冷汗直流 紧张地四处探望 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随后目光死死地盯着露心 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连声音都在颤抖 露心笑了笑 别问了 问了你也许不会 现在可以说了吗 你究竟有没有碰到什么怪事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提醒你一下 比如那几条人命 面对坐在面前淡定的露心 秦燃被他问得莫名有点慌 这小子明明看起来老实芭蕉的 怎么气场这么巧 又加上枪也被露心收了 让他不由地紧张起来 但惊慌过后 他又渐渐激动起来 他喵的 果然有人懂这些事 我就知道 不可能只有我遇见 秦燃双眼通红地盯着露心 我遇到了有人找我报仇 不是普通的报仇 是说出去根本没人信的那种 他确实不止做运输的生意 乱七八糟的他都做 事情要从那天交易 一包小熊丸开始 他当时跟程希 一个叫崔旺的人交易 但那天 没想到崔旺 居然只身一人来与他交易 他秦燃也不是傻吼 直接黑吃黑 把崔旺给做了 还把崔旺卸成了几块 拿去喂了野狗 但他没想到 一天后 忽然来了一个女人 秦燃并不认识他 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旺 要让秦燃给他偿命 然而秦燃不知道 这个女人搞什么 以为他是崔旺的拼头 也把他给做了 尸体就埋在眼前那块水泥 事后秦燃觉得不对劲 让人去查了一下 结果却发现 那个女人是成男的 根本就不认识程希的崔旺 但这还不是最诡异 更诡异的还在后面 过了两天 又有人找上门来 也自称是崔旺 秦燃没多想也把他做掉了 事后调查发现 这个女人叫王婷 是成男的 根本就不认识程希的崔旺 自这天起 诡异的事就开始不断了 王婷死后过了两天 又有两个人找上门来 一个中年人 一个十七八岁的起来 他俩一个说自己是崔旺 一个说自己是王婷 二话不说 就上来跟秦燃拼命 秦燃也试得很 直接把这两人也给宰了 事后调查的结果 跟之前的都一样 这两人根本都不认识 崔旺跟王婷 到目前为止 栽在秦燃的手上 就有四人了 潘多拉磨合就此打开 四天后 忽然又来了四个人 他们直接摸进了秦燃的房子 像疯子一样 上来就撕扯着秦燃的身体 四人分别称自己是崔旺 王婷 中年人 还有那个乞丐 一旁的陆星心想着 这四人不会也给他做了吧 但秦燃显然是被吓怕 太邪门了不敢再继续杀 把他们四人关了解 可是又他喵的邪门抢 秦燃不知道怎么跟陆星说 直接带他来到关押四人的地 刚打开门 一股腐烂的腥臭味就淋亮了 陆星硬着头皮探头看出 看到四人已经死去 只剩下腐烂的身躯 陆星神情依旧平静 并没有被吓到的样子 秦燃不由地佩服起来 当时他看到这一幕 豹子胆的他都被吓得不轻 原先他是想把这四人关在这里 好好拷问一番 看看究竟是谁在搞他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拷问 这四个疯子竟然相互砍实了起来 秦燃最终惹心地看不下去 拿枪把他们全崩了 这是他第一次 拿枪崩了人 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 陆星把这怪事履寸了一下 事情是从崔望身上人 第一天过来一个报纸 第二天过来两天 第四天过来四个 想到这 他猛然惊险 一番询问下 得知距离他们上次过来已经是第七 明天就是第八天 按照之前的规律 那岂不是马上又要过来八个 意识到情况不简单 陆星当即掏出手机要跟陈金汇报 这时秦燃突然举起一把 架在他的脖子上 担心陆星想借此机会算起他 陆星却是丝毫不慌 表示他要走随时都能 可你秦燃呢 他们来四个你不怕 八个你不怕 那来十六个呢 他们一开始找你是找到这里 可第三回却是直接到了你的家里 你有没有想到 无论你躲到哪里 他们都可以找到你了 秦燃听到这些吼 显然已经开始狂了 情绪愈发激动 十几个或许对于你秦燃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如果他们成倍数不断增长 你倒是还能招架的助力 理论上讲 会不会有一听全世界都会追杀你 而且这些人不怕死不怕杀 甚至无论你在哪里都能找到 会一直持续下去 你不死他们就不休 秦燃这才说出他做的这些生意都是偏能 如果报告给警卫听 后果可想不知 他可不想去看华 陆星看着下面那四人 开荒从彼此 或者鼓被人吃了桥 秦燃内心经过一段挣扎 最终选择相信陆星 手中的斧头才缓缓放下 随后陆星转身拨打了陈金的电话 露出一副现殷勤的嘴脸 当陈金接到陆星对秦燃所欲之事的汇报后 可以确定这是一起精神污染事件 当即调动一支三人小队过去与陆星会合 考虑到这是陆星第一次指挥任务 陈金会在背后帮他主导 财迷陆星还想提报酬方面的事 陈金内头已挂断了电话 很快一支三人小队就驱车来到陆星所在之地 为首的是一个叫陈辉的小队长 走到陆星面前立定站职 奉陈大校命令前来与陆星先生会合 陈辉给陆星递来一个通讯设备的耳机 戴上后 耳机顿时响起一阵线路接入的电点提示音 再次想起是一道软弱甜美的声音 你好陆星先生 信息分析小组韩冰为你提供信息支持 从陆星先生给出的汇报来看 这可能是一件新型精神污染事件 韩冰给出两条建议 找出污染源并且进行清理 或囚禁秦燃 等待受污染者上门后 再采集线索 甚至必要的时候 可以选择将秦燃送给对方杀掉 以截断对方逻辑链条 陆星显然有些吃惊 把秦燃送给复仇者杀 这居然也是个选择 耳机正式突然响起了沉浸的声音 他详细地帮陆星讲解 信息分析小组的模式 甚至教导陆星有些时候 可以先满足污染源的需求 也是削弱污染源的好方法 不过眼下这起污染事件 信息不足赞不采能 据目前资料分析 那几名死者彼此互相不认识 但都被污染了 说明他们生前的路线一定有所交集 韩冰此时结论出 他们交集的地点 可能就是污染事件的源头 建议对那些死者生前路线进行排查 但陆星感觉逐一排查需要的时间太久了 明天就是第八天了 按照之前的规律 很有可能又会有人被感染 陈金也同意陆星的意见 毕竟处理精神污染源 效率很重要 按照韩冰提出的方法耗事太久 在这期间污染源可能会再次一遍 最终陈金决定通过分析缩小范围 锁定第一个被污染者催忘为目标 排查他生前的行动轨迹 在陈金有序的分配下 各部门雷厉风行开始行动起来 数小时后 韩冰向行动小组汇报 他们发现了四个目标地 刚收到排除报告 前三个地点都未查出异常 只剩下最后一个排查地 城南边缘的水潭 很快 陆星带着陈辉小队火速驱车来到城南水潭 刚下车陆星就觉得不对劲 今天一整晚小时期都没有出现 可他现在竟然早早就跑到这里来了 而且他还是异常的兴奋 开心的叫哥哥快来 这里有好玩的东西哦 陆星对小时期再熟悉不过 这孩子的审美观一向和别人不太一样 看小时期目不转睛地看着湖里 陆星赶忙询问是湖里面有什么呢 小时期却说他不知道 但感觉是能玩好久的东西 可以确定应该就是这里了 陆星问小时期的能力在水里可以使用吗 小时期此刻已经难以压制内心的狂喜 没事过呢 哈哈 但我想试试 妹妹一笑 生死难料 陆星看到小时期那副兴奋的模样 就知道水潭下一定有稀巧 城回小队拿着精神检测仪器在岸上排查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精神残留 这些高科技的仪器 陈星刚刚有给陆星介绍过 但让陆星想不通的是 妹妹就在旁边蹲着 却不见这些仪器有任何分 她总不能真是我分裂出来的吧 城回过来报告排查情况 目前只剩下湖底为排查 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的防护服并不防守 脱了防护服 他们接近污染源会很危险 陆星笑了笑 让他们在这里等就可以 她先下去看看 看着陆星一副热身的样子 城回顿时有些吃惊 才明白她这是要下水 陈金再次向寒冰确认后 确定只剩这片湖是最后一处可疑点 而此时的陆星正下定决心 准备好好表现一番 耳机突然响起陈金的声音 认为水下作业太危险了 对陆星格外照顾的 他并不想陆星去冒险 当即呼叫特别支援小组 半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现场 霸气说出把湖水抽干直接检测 不到半个小时 一辆辆大卡车行驶到这里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队员 飞快地将水泵管道伸进湖里 说抽就抽 不得不说 这一幕直接把陆星跟秦燃两人震撼到 陈金一直遵循这两个原则 能用物力解决的 就用物力解决 能火力覆盖 就火力覆盖 水位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没一会儿 湖水便被抽干 所有支援小组迅速从场中撤退 因还无法真正确定这片污染源的传染性 现场依旧交给陆星他们几人勘查 看着一排排的武装封锁在远处 陆星能看出如果他和这几个调查小组受到了污染 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射杀 小石器飞快地在淤泥里上开心奔跑着 突然停了下来 抬手指向湖中心让哥哥快看 当陆星他们靠近时 监测一气响起剧烈的反应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声音在周围响起 差那间 陆星几人都猛然停下脚步 汗毛瞬间在他们身上竖起 那道声音一直叫喊着 秦燃 你害死了我 我要你尝命 循着声音方向探去 湖底的鲫鱼都在张着嘴巴 口中传出细微的声音 秦燃害我 秦燃害我 湖面越来越多的鱼开始张口 声音全部叠加在一起后越来越响 所有的鱼都在拼命大叫 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让人有一种头痛欲裂的感觉 哇 是污染源 红月当下 眼前忽然出现了惊心动魄的鱼鱼 让陆星他们几乎完全来不及 一片红色的潮水轰然从湖底跑 夹带着鱼的血水跟碎肉 向陆星等人急速出来 湖底突然爆发起一片巨浪 向陆星他们袭来 来不及反应的几人 被这股力量积飞退去 红月当下 湖底迸发出几道星红的影子 瞬间就把成灰三人盘卷在半空中 三人突然悬浮在上空 让远处负责封锁的战士们 感到诡异又可怕 现场只有陆星能看到 这时又有一道影子 急速朝陆星冲来 只见他张开双臂 像是要过来拥抱一般 速度之快 让陆星几乎无法躲开 突然一只冰凉的小手 悄无声息向他伸爱 陆星瞳孔骤然一变 表情瞬间变得细血起来 啊 太慢了 陆星的速度突然迅如疾风 小石漆紧贴在身后 哥哥 我来帮你了 抓不到陆星 那些影子就把气撒在成灰他们身上 红色的影子紧紧盘角他们四指 耳机此时传来寒冰急促的声音 是精神冲击 确定超一级精神怪物 危险等级调制高级 陈星听完后 大声叫喊着 快 陆星快撤退 而陈辉三人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 举起手里的枪对准陆星 面对不受控制的身躯 陈辉艰难叫喊着快躲开 密密麻麻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斜而下 陆星停介着敏捷的速度跟风骚的走位 全部一一躲开 找到一处山坡作为掩体 身子蹲了下来 因为看不见那些影子 寒冰认为调查小组三人已被感染 建议火力覆盖方式对精神怪物进行消灭 陈金当即同意 并让寒冰准备直升机 他要赶往现场 同时要求陆星立即撤回 命令所有人撤退500米 然而陆星却是面无表情地说他不能跑 那三位调查组的战士并没有被感染 只是被控制了 陆星此时已然下了决定 逃不掉了 这怪物我去解决 陈金听完大声劝语 不行 危险 小石器开心地蹲在他的身边 哥哥 我陪你一起去 当红月笼罩世界 他才是星红月下的唯一恐惧 面对上级陈金急促的撤退命令 陆星却是默默闭上眼睛 丢下怪物去解决这句话 星红的双眼猛然睁开 渴望杀戮的兴奋感 让他急促向前冲去 被影子控制得成灰机 看着迎面而来的陆星 手中的枪不受控制 对着他疯狂死去 密集的子弹从陆星身边擦身而过 和那块倒模糊的身形 让他如鬼魅一般 太慢了 太慢了 实在是太慢了 红月当下 他纵身一跃直冲半空 一名调查员看着陆星 那令人头皮发麻的猛 以为陆星是要过来杀自己 恐惧占领了调查员内心 他叫喊着不要杀我 陆星却是一把掐住 身后那影子的脖 只是轻轻一回 粗壮有力的影子 此刻如同指不一般 被陆星强行撕扯成两半 调查员顿时感觉到 剧烈的失重感 陆星借助他下跌的身躯 作为探了 休的一声 直奔另外几位调查小组 瞬息之间 就把缠绕在他们身上的束缚 全部死了 韩冰等人看着监控 被陆星鬼魅的动作 跟疯狂举动 深深震撼了 那污染源可以瞬间 将三人扯到半空 这说明有着极强的感染 而陆星竟然敢迎着子弹 向精神怪物直接冲上去 这让韩冰感觉他很疯狂 同时也很威胁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眼前这一名 那三位调查小组的成员 被陆星解决之后 选择迅速撤退 这说明陆星之前说的是对 他们大概率没有被感染 陈金听完又惊又喜 下令让陆星立刻和调查小组一同撤 但下一刻 他愣住了 看着屏幕陆星的局 陈金眼睛都已瞪眼 他要做什么 轮到你了 陆星故意不饶向前追取 他的目标 正是胡忠兴那处污染源 兄妹俩眼睛放光盯着胡忠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胡忠兴突然咕噜咕噜冒着跑 下一秒 一道巨大的黑影子腹底 突然炸 并以肉眼可振的速度 向周围急速屏障 眨眼间 一颗挂满无数人影果实的树 毅力在场 目光齐齐盯向陆星所在指 成群的影子 红半空扑了下 要给陆星一个爱的拥抱 望着满空 向自己张开怀抱的影 陆星不禁感叹到好热情啊 他也同一时间给出回应 热情的像黑影扑去 此刻的他就像妹妹 扑向玩具一样的心情 空中散发光芒的红月欲显欲 周围的人隐约看到了朦胧的花 一颗遍布人形果实的大树 突然拔跌而起 数不清的人形影子 同时对陆星发起围攻 然而陆星却是一点都不慌 取而代之的是无穷的兴奋 以人类所不能及的速度 在场中来回穿雪 只见他手掌轻轻往黑影肩膀一打 仅仅只是顺势一挥 那黑影手臂进阶跪裂被撕扯开来 旁人眼里恐怖的污染 此刻就像陆星的玩物一般 逐到一息 那黑影就被兄妹脸撕得支离破 那柯树释放出这些影子的冰击手 让陆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并没多想 陆星再次把身体让给妹妹去操控战略 看着屏幕上的陆星 陈金知道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做污染源的清理工作 根据目前种种信息分析 寒冰确定目标是超一级精神污染源 应该尚未达到二级的程度 虽有一定自主意识 但之前抽取污水与检测并未刺激到他 由此可见自主意识不是很高 可这又矛盾了 若自主意识不高 那他为何一直盯着秦燃 陈金觉得正是秦燃被人复仇 才引出这次污染事件 所以作为第一个复仇者 崔旺才是核心关键 这么说 需要找到崔旺的事件 才能真正解决这次的污染事件 但这只是他们所理解 有时候并不是绝对的 或许可以通过陆星的方式 直接解决 陆星越战越兴奋 哈哈 这速度还不够快 抓不住我 那死掉的就是你吗 原本长满秘籍的人形果实 此时被撕碎得干干净净 小石七跳到藤蔓上 进大口就咬了下去 陆星啊都拉不住他 担心他乱吃东西会拉肚子 只见他两只小手抓着藤蔓 不 就要吃 用力撕咬下一口 当场就吃了起来 随着小石七一口一口吞噬 藤蔓似乎开始产生了骨骑 所有藤蔓进巨叶的颤榜 像是在哆嗦里边 休的一声 场中所有曼藤突然收缩起 往刚刚湖中心的位置急速退去 小石七紧紧抓住手中的那条藤蔓不放 但藤蔓似乎有意识 宁愿舍弃这条 总比全部被这个小女孩吞噬强 不到一会儿 那颗巨树以肉眼可见的素鱼 缩下湖中心 这突如其来的荧幕 让陆星不由一正 可却把小石七气得咬牙切齿 他怂了 怂了 精神怪物有个疯了 所以是已经结束了吗 曾经当即调来挖掘机 前来挖掘污染源本体 一个小时后 他们在湖底挖到了一具尸首 当陆星他们清楚看到那张眼尸 这 这怎么可能 眼前这具尸首竟是秦燃 那湖边那边一直跟随他们的秦燃又是谁 看到陆星几人朝他这边看 秦燃似乎也很关心结果 询问找到什么没有 调查小组的成员迅速被枪上堂 看到这一举动 秦燃顿时有些警惕起来 陆星走到他面前 你是谁 秦燃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我是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冰跟陈京建议陆星直接说破 看他有什么反应 红石下令所有人戒备 陆星目光直视着他 如果你就是秦燃 那我们挖出来的尸首又是谁 秦燃听完神色有些呆滞 什么尸首 湖底挖出来的那具尸首正是 如果你早就已经死了 那么现在的你是谁 秦燃顿时瞳孔遍布血丝 嘴里喃喃自道 我我是 不可能啊 如果你们挖出了我 那我 我是谁 我是谁